今天是10月16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A股再度下跌 可以说A股今天则是很坑人 为什么说很坑人 你看增添找盘上涨指数是高开的 高开一路走低一路跳水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今天这行情是让人非常之无语的 接下来走吧 尤其是今天我觉得有些人去追高的 大家会非常之郁闷 尤其是上午的时候 大金融方向银行证券一度拉高 很多认为银行证券反弹要来了 包括我当时在跟大家说过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存在猫腻 但是你看一下银行证券 目前也出现一个跳水了 那么大金融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坑 我常常跟大家说拉高不追 急跌急杀也不用怕 所以你的节奏做错了 那么大金融今天又给大家上了一课 不仅仅仅是大金融 包括其他的一些板块 今天也是处为一个杀跌的 尤其是像科技类 但问题是 A股在这位置能不能守得住呢 A股在利好加持下抬着跌 那接下来想要稳住的话 要靠谁呢 后一位要靠大金融 那么大金融怎么看呢 带到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了盘面做一个分析 听大家视频当中讲的一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同时如果说你对当下的盘面 感觉很迷茫 感到很无聊的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橱窗 里面有一些好用又实惠的一些产品 可以去看一下 7块视频抖音都可以看 好 那我们来看在这个行情下 高开低走 这个明显的是太坑来的吧 周末的话 大家都知道我们高层就是证监会 对这个融券做出了一个说明 虽然说限制了这个融券做空 但是感觉市场并不买账 或者说股民并不买账 仍然属于一个下跌的状态 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有人跟我说二阳先生 A股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可以抄底了 你看我看大金融方向 银行证券都在拉 是不是银行证券要什么要反击了 大盘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是什么 拧了一个大底 但如果你在中午这个时间 你去抄底银 去追高银行的追高券商的 现在我觉得吃啥不香 在这个位置再次来提醒大家 给大家亮一明观点 A股这个位置指数 你不要太纠结 不要太怕 这个位置是属于政策底部 如果说再次守不住3053的话 它会出现更多的政策利好 只不过这些政策利好 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高开砸盘的一个走势 所以在这个位置也提醒了大家 可以急跌潜伏低息 但是冲高急拉的时候 你一定一定要忍住手 现在只是潜伏的好机会 并不是追高好机会 哪怕你今天 你看一下市场的一些核心品种 人性品种 它也出现个高低切 比如说 目前市场上涨停票最多的是谁 是华为干领 对吧 十几个票涨停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华为干领 今天涨停的票 你会发现 是吧 很多都是低位的高位票 几乎都在撒跌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分化 如果你做错了 你想想肉没吃到 面反而会吃得很大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事 好 我们来看 尤其是在今天盘中 去追高银行追高证券的怎么看 这大金融是不是真的到底了 大金融是不是特别访谈了 是不是要闻指数了 从技术方面说 银行板块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这个位置的银行就是一个底部曲线 随时都有可能在这里起稳 迎来超跌反弹 所以银行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所谓的六五十天均价先负进 对吧 我们就可以上车可以潜伏 但是你不想着它会大涨 不 盘足有拉高也冲高了 不要追 不要追 可以逢高减仓 撒下来 我们就可以低息做个差价是可以的 银行整体表现 只能说是属于一个门指数的行情 是吧 买银行票的话亏损不大 但是赚钱也不大 只不 虚然对来说风险比较少 而且我们看银行个股的话 对不对 银行个股的话 你看今天涨和之前 这个育农民生 邮政公商银行 中国银行 你发现感觉这个大家伙涨的多 对不对 中国银行 像在油储银行 这个工商银行都在往上走 是吧 这就是一个护盘 包括中国银行一样的 是吧 连续几个银行往上走 它就是护盘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这个细节 前期我跟他说过这个事 第一点你可以潜伏可以低息 他就是一个护盘的拉高了 他就会跌 至于其他的一些票 尤其是像这三这种 就是趋势向下的票 我觉得大家短期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银行的话 他短期波动应该不会太大 所以大家 中长期可以布局 但是短线还是要小心一点 再看正确 说正确就有意思了 正确的话 我在上午跟大家讲过这个板块 结果上午的时候 他是是吧 涨涨涨是吧 撒了机会涨 那当时说了以后 我说这个位置拉起来了 是不是有猫腻 但是这个位置也告诉大家怎么样 不要追 结果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说 二阳先生 证券我又追了进去了 我看他今天低开高走 应该是有资金抄底的 要大反弹的 那你想想 在这个位置你追高区的 现在一跳水 你是不是套住了 那这个时候你快怎么办 其实我在前期跟他讲过 证券是属于一个底部区间 就说这个位置是属于一个底部区间 你可以潜伏可以低息 但是你不能轻易的去追高 对吧 那你去追高的话 你想想今天追高了可能套住了 但也没有必要太过纠结 整体来说 证券这里是属于一个低位 而且是属于一个大底的附近 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 证券其实它有规律的 什么意思 你看正确每年就那么一两波行情 其实今年的行情 差不多已经走过了 对不对 你看这里是 2023年的1月份 在这里出现一波上涨 看没有 2023年的1月份出现一波反弹 好 在2023年的7月份 这里再出现一波反弹 所以正确短期的话 可能这个是吧 想要上涨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它每年就那么一两一两波行情 所以拉了一波以后 它又进入一个调整 以后周期很长 调整后才有机会继续上涨 除非出现一个什么重磅的一些消息利好 但是目前来看正确在这个位置 是吧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底部的调整区间 这个还是要把握细节 当然个股的话 并不是说没有机会 有些还是存在机会的 我常常跟大家说 我说你做股票的话 你如果你想去参与到去热点的话 人气票的话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要有量能对不对 比如说划算云上 这种票的话近期 它出现明显的异动 它主要原因还是什么 有量支撑 对不对 你看这个量能它是放出来了 有量放出它才能及 短期波动幅度才能加大 你像这种票的话 我在前击跟大家讲过 就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这个位置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值得大家跟踪的 那你在这位置去低息的话 这里拉高了 你上涨了 你就有机会获利了 也有机会出逃了 也机会跑路了 但是提醒大家不要轻的去追 不要轻的去紧 你看今天除了这个划算云线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首创 它涨幅也是在一个点上 但是我觉得首创的话 这个今天又有点可能了 为什么 仔细看 它在找盘的这个位置 这里连续拉了两波 你还跳跳水的 哎一说这两个拉伸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以后碰到这个情况之后该怎么办 这里是第一个一个三分拉伸 大家看见没有 量放出来了 量放出来了 好这个量放出来了 这是第二轮拉伸 它的价格比这前面价格还要贵 还高 但是这个量能看没有 这个量比这个量要小 所以正常情况下 拉到这高点的时候 朋友们要看这个量 这个量如果跟不上前面量 那么这里就是大家 日内的高点应该要出货 应该要出货 大家记住这个重点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没有出货的 那么在次高点 这些位置也要考虑出货 为什么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个量能越来越少 输得厉害 所以正常情况下 这种位置就是什么 就是日内的高点或者吃高点 那你在这位置要出货 对不对 不是做反了 这个位置加仓最高 你明显不对了 当然你在这个位置出货的话 你在这个低位又可以接回来 中国日内的一个差价 一个日内的7加0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卖卖点的一个细节 不要做错了 不要做反了 这个我前期跟大家讲过 讲的很仔细 但是近期的话讲的比较少 这里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他那些票表现都只能说一般 但同样的我也告诉大家 有一些人期票回踩到位的 到这种的低点 仍然值得重视 关键是什么呢 后排的一些票 后排的一些票 跌幅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一些票 尤其是存在重磅利空的 还是要小心 当然你像中国银河这种票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太过担心了 没必要太过纠结 他本身你看 这个位置也是到了一个前期的低点附近 对不对 毕竟这个位置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什么 可以潜伏 可以低下位置 后期在这里 有机会要超跌反弹 但是它是一个底部区间 并不说这个位置就一定是底 它有可能再往下跌一下 跌个一个点 跌个两个点 跌个三个点 是吧 也有可能 但是 整体来说这个位置风险不是很大 后期反弹拉高的话 就有机会给你获利了 需要一点时间 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可潜伏区间 大家听得明白了 听不仔细没有 说了那么多 就是一句话 证券在底部 但是证券 缺少龙头 缺少什么 缺少做多的信号 也就说 他还没有明显的一个拉伸的信号 这个时候我们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保持谨慎 包括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觉得说今天也发红了 但是你不能轻再去是吧 相材也是像信达 你看包括西南这些前期人机票 都是相同策略相同适动 还有一就是前期龙头票这种的太平洋 你看近期的走势 它明显的还是属于个什么 调整往下 对不对 还是一个调整状态 它调整并没有结束 那么你在操作上面 尤其在最高上面 你追出了 你不就糟糕了 我就接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再去接 因为它虽然说是调整是撒跌的 但是并没有出现 明显的直接信号 还是要等待确认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